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大龙 大龙 想开点 我得接着找 是死是活我都要找了 我不能让春桃 就这么待在荒郊野地里 是死是活的 一定要找 找到了 咱们给他后葬 你看看你 还劝我呢 自己倒先哭着 都是因为我 我真想打自己一吞 要不是因为我 春桃 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姐 现在你说这句话干啥啊 我要给他买最好的官幕 我要给他选上等的料子 给他做套衣服 我要给他 磕头 赔罪 你 谁啊 我 来了 大龙 可找到你了 贵娃 这几年你都去哪儿了 咋不见你人呢 来 进来说 进来说 大龙 我一直没脸来见你 这叫傻话 来来来 坐下说 来来来 坐下说 我去拿点湿的啊 快去 快去 嫂子 贵娃 咋了 咋就你一个人啊 拖队遇上日本人了 他们全让抓了 就我一个人溜出来了 没让他们逮住啊 现在这世道啊 我真想明白了 我就是个泥穷 那有一天溜不走的时候 这次 我也没地儿去了 我想啊 干脆我上山当虎子去 说啥 上墨盘山 山上有吃有喝有钱花 再说了 还不用干净说啥 那也不能去 为啥 胡子不是人 来来来 哥 来 快吃点东西 慢点吃 大龙 我好多天都没吃这么饱饭啊 你刚说胡子咋就不是人呢 春桃被胡子结上了山 逃跑的时候 掉下了悬崖 春桃死啊 我跟大龙在后山找了一天 也没找找 我刚进门的时候 我就看见这一顿 我还以为是你们家 打算给春桃办后事 不是 那是给我男人的 我跟大龙还准备接着找呢 我去吧 你去干啥 这事跟你没关系 咋就跟我没关系 春桃是我师父的闺女 再说了 你们家办丧事 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 我去 吃饭 被争了 这事我得跟你争 我见二虎一个人情 刚好接着机会怀人上 再说啊 我落草当胡子之前 我得干点好事吧 我上山去把春桃倒剑 给咱背回来 咱好好把它安葬 也算报答了我师父嘛 是 春桃 不管你是在天上还是人间 我都相信你能听见我说的话 此生此世 我只要你一个女人 你活着 我在阳间给你承间 你死了 我去阴间给你作伴 我 生生死死 谁也无法把我们分开 春桃 春桃 真死了 还不会 这娃命大 来 大龙 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还想着桂娃呢 春桃不知道是死是活 桂娃呢 这一去 也不知道有啥好歹 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你呀 就是心里的事 装了太多了 会把自己给压垮的 你说我 你说我想啥呢这是 本来是我的事 我怎么就让桂娃去了呢 是她自己愿意去的 她不是说要还什么情 什么愿望 你要不让她去 她还会不高兴呢 那话也不能那么说 桂娃毕竟是外人 春桃是我家里的人 大龙 我跟你说句话 你可别不爱听啊 那个 要是春桃找不着了 你就认命吧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春桃的命不是命啊 什么啥意思啊 春桃死你就这么高兴啊 你啥意思啊你 春桃死了我凭什么高兴 我不是在安慰你吗 你这是在安慰我啊 我怎么不是在安慰你啊 我看你就是盼着春桃死 我一直盼着春桃死啊 你什么意思 你就说我说坏女人是吗 我没这么说 那你什么意思 那我问你 春桃死对你有啥好说 他这样死都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啥说这话 你是不是不想盖活了 那行 你走 你先在这儿走 那走就走 你走 你走啊 大龙哥咋了 问他去 周春儿 你消消气 我一会儿把大龙哥送回来 不要送回来 让他永远都别回来 不 我绝不如火当土匪 不如火在山上待着吧 妈呀 是你不放我走的 你现在就放我 我马上下山 下山多可惜啊 你看你在山上 弟兄们睡觉都香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尊重 尊重也轮不到你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婊子当了 姨太太当了 当胡子就不行 今天算你幸运 我这刀不沾女人血 但刚才你是掀摸我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在山上 你不行 你不用我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监督 说吧 咋办 行啊 动真格的我奉陪呀 但不是在现在 弟兄们为一个女人动真格的 传出去让人笑话 不动真格的也行 那我警告你 以后离春桃远点 不许逼他干任何事情 你要再敢打他的主意 我饶不了你 眼泪淹不了墨盘山 和一把剑 能劈开山门 练 把武艺练好了 那畜生再敢欺负你 就废了 陆生哥 别怕 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还有我呢 春桃 他把武艺练成了 黄棕 你去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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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只 滩天 我去哪走 你去哪儿 好 把个球 我盘胜了 又不是阎王殿 草子以后也是土匪 也是个杀人不炸眼的土匪 四 四 五 四 六 四 开 开 开 春桃 你看 就这会儿啊 还像回事 我们当家的在的时候啊 今天都要练两个时辰 我看着他们练 我就想起我爹了 你爹 是啊 我小的时候 我爹带着二虎他们练 我也嚷嚷着要学 可是我娘不让 我爹同意了 我就跟着学了一些 日子长了不练 也就忘了 那玩意儿啊 就跟耍水一样 忘了多久也能捡起来 你看 你这一练 不是像模像样的吗 有了这身手啊 往后谁要再敢欺负你 他就得掂量掂量呢 是啊 我还得练 春桃 你教我吧 我可是唱过戏的 我这身段啊 拎着呢 你看 怎么样 好啊 我教你 春桃 那人是谁啊 哎 夏日叫你过去呢 找啊 让你 老实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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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八蛋 看够了没有啊 没看够把你眼珠子歪来 贴墙上 我觉得这不像土肥窝 像财主家 爷们都是财主 都是好财主 好 说 啥人啊 上山干啥来了 你就是在当家的吧 我迷路了 迷路了 我还头一回听人说 在后山迷路了 稍儿 让他跪一点 跪点 大当家的 你咋不信我呢 我咋知道这是墨盘山呢 那你咋知道我是大当家的呢 你坐那么大个椅子 还坐在虎皮上 我还能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 那你穿着羊皮 你就是手把肉了 算 你承知什么地方 你敢对我们大当家的 撒谎 大当家的我没撒谎呀 我爹病了 让我上山来采药 我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 你看我一没带刀 二没带枪 你们咋就不信我呢 这 这 这上话 我没 这没有 蓝盈 他叫桂娃 桂娃 是黄河边我们村的 野兽爹的徒弟 怎么说是来找你的 这个坏的 这个灵律道 把这儿又搞新事了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最后仍要是嘴烟倒没什么 他要死不承认 刘岛拿他也没办法 他要是说出点啥来 那可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呀 我去看看有啥办法没有 蓝盈 你要是能跟桂娃说上话 你告诉他 千万别把大龙和二虎说出来 要不然 他们两会遭殃的 最后仍爱吐鲁嘴 他是有点成毛病 人家一逼 他就什么都说了 这个坏了 这人要到了刘岛手里 是经不住逼的呀 你 等等 等等 你干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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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喝足了 说吧 我 我都说完了呀 那要不然 我从祖宗把本再给你讲一遍 你是说了不少废话 实话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咋不信我呢 信 信不信我 何华你 别别别 别别 当当家的 我跟你说实话啊 说实话 那个实话 奶奶奶 我呀 是来偷奔你 我想当胡子 你看我怎么样 你给胡子当枪把子 还差不多 那你把枪把子放下山吧 枪把子怎么能放下山呢 搭档家的 别 别 别 搭档家的 干什么 那后省八成是迷了路了 你就放了他吧 迷路了 我看他是被妖精迷住了 还不止这些呢 被妖精迷住了 就敢闯莫樊山 有那么简单吗 不过那小子 嘴上抹着油呢 好巧 没那么复杂吧 那一看就是个二杆子 这脑瓜子一热 就上山来了 我说大当家的 那后省啊 也挺可怜的 家里还有父母呢 你放他一马不就行了 我看你像二杆呢 跟你有关系啊 跟我有啥关系 那跟春桃有关系 春桃根本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啊 我有办法让他俩认识 当家的 当家的 你可不敢烂杀无辜啊 我不烂杀无辜啊 我这把刀不杀他 我用他撬嘴 一把刀不杀啊 有事啊 有事啊 不是不杀手啊 那财务啊 你可不敢烂杀 真是怕我 大当家的成了压载夫人 你干脆嫁给我吧 我要成了三当家的 那还不是你享福啊 你走开 你别不识强 要不到牛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你没话说 怎么没话 春桃呀 你哥哥我好玩的很呐 你别不要脸了 对 我就是不要脸 这世道呀 不要脸的人吃得开 我这个脸要往裤党里塞 就什么事就犯了 你才叫我要叫的啊 你叫呀 你敢叫 我就接着你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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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 太高了 你干呀 关你啥事 我跟我妹子玩呢 你给我掺和什么 我这人下流 我叫你 叫你孩子 关你啥事 住手 看看你们下什么 为什么打架 他这个转头 你个畜生 二当家的 二哥 走 见你大哥去 二哥 二哥 我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吧 管好你裤党的玩意儿 我告诉你 你再敢动春桃一向 我上来 好 滚 好 好 好 这 是采狗这个王八蛋 他竟敢明目张胆呀他 他这是故意的 我看 这巴扇 又是留意到这家伙使得坏了 兰姨 我在这儿待不住 我都快疯了 这 对了 鬼娃呢 我劝过了 没劝动啊 留意到这个王八蛋 非要逼鬼娃说出实情 我真想去死 我说春桃 你就别哭了 这眼泪让谁看呢 在这个地方啊 哭是没有用的 有伤害你的人 不是也有保护你的人吗 我知道 这儿有好人 你是好人 刘升哥他也是好人 知道就好 别说出来啊 兰姨 这是个什么地方 真够可怕 这就是投匪窝子 真是陶正远拍起来的 陶正远说了 只要我把春桃带下山 他就给我十块仙大洋 老东西想的美 哥 陶家的 我都说实话了 你放我下山吧 那得看我心情啊 你打一上山 你就逗我玩 现在我得逗你玩会儿 陶家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 说啥了 说我只要说实话 你就让我下山 我说了啊 我说了啊 他拿去 大洋家 站住 大洋家的 大洋家的 你看 胡子说的话你也信 刘易道 你个王八蛋 你两眼都能瞎了 我操你老了 咋了 姐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你鬼娃出事了 你吓死我了 他才走了一天 不会的 我总觉得凶多吉少 咋会呢 他一走 我就后悔了 你说我们家的事 干嘛让他提着脑袋去干啊 鬼娃不是说了吗 他要还人情 你也听见了 如果哥娃真的出了事 再多的人情 他也还不上啊 快点 春桃 春桃 不好了 鬼娃要被点天灯了 这回鬼娃是难逃一劫了 不能 他们不能这样 鬼娃是为了来救我的 二当家的说了 不让你去看 他把你吓着呀 不行 我不能让鬼娃白白死死 我今天自己去死 春桃 春桃你想想 这刘易道能听你的吗 他现在就像是一条疯狗 和我的逮住谁就咬呢 让他冲我一个人来 好了 春桃 你就呆在屋子里 哪儿也别去 春桃 大当家的有请 叫我 对 大当家说这么好的戏 你可别错过了 你去告诉他 不去 没有无序的道理吧 这山上谁说了算 快 我去 春桃 走 放开 走 放开 走 你留一刀 你个挨拳刀的 王八蛋 你把老子放了 你不要 二张家 这么处置这小子 没意见吧 大伙听好了啊 这小子 是陶正远派来的探子 陶正远是谁啊 陶正远是杀咱老大的凶手 这个仇正等着报呢 这小子就送上门来了 弟兄们 怎么办呢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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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他 别杀他 春桃 你是替陶正远的人求情吗 他可是你的仇人啊 大当家的 我求你放了他 放了他 为什么呀 陶正远的账 你跟陶正远去算 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关系 他跑杀上来干嘛来了 玩来了 大当家的 我求求你了 大当家的 既然春桃都这么说了 你就给他个面子 也算是给大哥个面子 就算他是陶正远派来的 也就是来探个信 咱抢了人家的姨太太 她派个人来打听打听 这也没啥 再说了 陶正远 咱可招惹不起啊 放了这个人 也算是给陶正远一个面子 这哪儿来那么多面子呀 给不起呀 那你就再当着兄弟们的面 问一问不行吗 问了 我都问一晚上了 这小子都交代了 沙大哥那天他就在 说不定那刀就是他懂的呢 是吧 弟兄们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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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春桃啊 你嚎什么呀 我杀桃正远的人 这不是给你报仇的吗 有本事 你就是杀了桃正远 放他屁 桃正远我要杀 他我也要杀 你带他们够废话 你以为你杀了 春桃 大当家的 你要是放了他 我答应你 我入后当土匪 春桃 aquellos 哥们 都听清楚了吗 群桃 天在上 地在下 这话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但是你得答应我 放了桂王 我只有 够了 行啊 大美女都说话了 春桃啊 她骂我呀 凤云几十里也没人敢骂我呀 我得杀了她 我还得烧死她 柳一道 你太狠心了你 行啊 那我温柔点 来 给我把枪 春桃啊 你一枪打死她 就算入火了 还能减少她痛苦 怎么样 想当土匪不会杀人怎么行啊 下不了手啊 狗 点火 不 不要 桂王 桂王 我 春桃 开场打死我 打死我 春桃 我干了 打死我 我不想被点天的了 开架啊 开架 我 我 开架 开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来救我的 她是来救我的 你爽声点啊 你怎么没说出来 刘依刀 刘依刀 我要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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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桃 春桃 我们也想杀她 可我们杀不了啊 大当家的意思 这么还在 就是刘依刀的天下呀 我再会拿 也得给她做压寨夫人 刘胜再想杀她 也得过心长胆 这就是胡子 春桃 我该怎么办 我逃也逃不出去 我死又死不了 春桃 我要杀了也杀不了 春桃 春桃 你这边杀了 我也要死牙的 你先把眼泪咽下去 这眼泪给谁看呢 给他们看的 还是给你看呢 听我说 我也哭过 哭过不少回呢 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这哭也是没用的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哭 可是我心里难受啊 春桃 你把眼泪咽下去 你以为桂娃一死 这事就完了 别哭了 她还想怎么样 她还想怎么样 春桃 别哭了 啊 桂娃 桂娃 别哭了 那一枪是我打的 可枪在她手上了 大桶家的 你心里明白 春桃要快使枪 那一枪打在谁身上 可就说不准喽 她要有这个胆 让她入火呀 大桶家的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啥要逼一个女人入火 从拉杆子上磨攀山那天起 老大就立过规矩 不收女匪 喂 这还正是我要说的 啊 老大换了 这规矩也得换一换 是吧 你看人东北 三江红蝴蝶迷 湖南念玉角四丫头 那都是响当当的女匪呀 你为什么死盯着春桃不放 嗯 嗯 二张家的 是因为有人死盯着我不放啊 是这样 那就来个痛快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就愿意让他当土匪 我就看着他当土匪 好玩 我高兴 别的不来 大当家的 你可是答应过我 不逼他做任何事情 他自己红口拍牙 对弟兄们说他要当土匪 这话说出来 说反悔就反悔 刘一道啊 刘一道 你真不是个东西 你看二当家 这就是你不是了 你说不过我你就骂人 那我咋的你了 我逗你娘了 我让还逗你妹子了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没这个胆 我借给你十个 你都不敢 那就犯山规的呀 那是 我告诉你 春桃不能入国 这事由不得你 那就等着瞧 陈桃 我是怕刘一刀揪住你不放 硬逼着你入国 就算是刀架子药伯的事 我也不干 你不知道 他这人心愁得很 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 春桃 二堂家的 刘玉刀要逼他入火 我真是去死 你真想去死啊 我想 那就别让他们看到你的眼泪 我答应过让你下山 过人过的日子 可现在看来 难了 刘玉刀把你霸在山上 逼你入火 他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 可我要和他应来 那只有拼 拼就拼了 不行 你们两个不能这样 那就活着 只要活着 你就能把这场戏看到底 春桃 眼泪 真的救不了自己啊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哭 春桃 你咋又哭了 在山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哭 这是我最后一次哭 你就让我哭个痛快 春桃 别哭了啊 反正我的眼泪快流开了 这几年 我一直是哭着做过来的 你说得对 我就算是哭死 也一样逃脱不了坏人 也一样要受苦受累 一样会连累别人 我哭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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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桃 别哭了 那就把眼泪擦干 从今天起 你变个样子给他们看 变个样子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在土匪窝里 你只能要强不能示弱 你练武的时候 他们怎么看你 佩服 可枪在你手里发抖的时候 他们又怎么看 只能说你熊 春桃 二当家的说得对 这样 你跟我练武 登附生殿枪法 入不入华 反省不说 真要有一天 你拿起枪对着你的仇人 你就能报仇 你 大龙哥 桂娃的事 我拖人打听了 没信 怕是要出事 那个叫桂娃的可靠吧 别入伙 当了胡子 把你也出卖了 那倒不会 大龙 你就是喜欢 把人都往毫里想 你咋就知道不会呢 桂娃做的事还少啊 你问问二胡 你就知道了 桂娃赶上山去 那是在帮咱们的 你咋尽把人往坏处想啊 他要是真做了 到时候 咱就没好日子过 还不如不让他上山呢 春桃是死是活 就那么要紧吗 这话咋说的呢 那当然要紧了 大龙哥 你看 人家赶牛都看出来了 就你嫌我多余 大龙哥 这九婶的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的 桂娃一旦出了事 这麻烦可就跟着来了 我这心里犯着嘀咕呢 心要定 手要稳 准心要对准了 大哥 你看见了吗 这口仙涛可有人先下口了 怪不得二当家的对春涛那么好 原来有所图啊 他可是要跟你抢那个女人啊 听得不受运了 那你就先下手啊 把嘴闭下 春涛 把枪法练好了 杀不了仇人也能防身啊 可是我没有真枪啊 那刚练两下就想要真枪了 春涛 入火吧 入火了你就有真枪了 瞎说啥呢 快走 二当家的 你啥意思啊 咋了 一边不让春涛入火 一边叫他打枪 你啥意思啊 没啥意思啊 他学会打枪就不怕狼了 这山上有狼你不知道吗 给我递花呢 大当家的 这山上整天练枪练武的 我教春涛打个枪 还有错了吗 好啊 他不是想打枪吗 让他入火啊 这事你还真说了不算啊 咋了 除非春涛他自己愿意 谁要敢逼他入火 我这子弹可不长眼睛 你 我就让他入火 你等着敲 傅生 你还是把枪给我 让我再练练吧 咋 你想入火 我真的不入火 我 我不当胡子 我发过誓的 我就知道你不愿意 可 可我真的想下山啊 春涛 你千万别再想逃跑的事了 为啥 刘一刀已经给他的手下说了 只要你再逃跑 他们就开枪 你千万别再能 没有 你千万别再也不可 您好想你 没有 你千万别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午夜梦回 是我不断祝福的记忆 思念在随我心 都真心意 是我不停止找到团体 无奈何者守护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能够代替 此情 此意 我注定听了口味 白转千回 涌下你 白转千回 涌下你 词曲统筹 诃语 词曲统筹